我有一位朋友昨天在微博发放了一个信息 他说 忽然记起老人家说过的一个推背图故事 最后一场大战会发生在东方 由两兄弟联手拉弓对准太阳 这次温族刚刚说到基于互信的状况 会逐步撤除对准台湾的导弹装置 而另一边商当他提及日本的时候就咬牙切切 他说可能你说我迷信 也可能不是这次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战争总是无厘头地打起来的 我就陪了他一个微博说 放心吧 一定打起来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天朝一向不注重领土完整 不过更大的原因就是 天朝其实是关于对外厚硬手软 对内刚刚相反 之所以要说出这件事情 是为了希望大家不会老脑在这里放马后跑 今天日本政府终于宣布 会释放我们的船长占旗航 于是即时新闻标题立即说 日本政府屈服于中方的压力之下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我不是这么看的 雕鱼台事件由开始发展至今 其实有很多时间上的巧妙之处 长程稍后才分析 先讲讲尖旗航船长获释的时间方面 表面上看就是由我们的中国总理温家宝 一个操持强硬的声明 令到整件事情扭转乾坤 日本政府震腾腾立即释放尖旗航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你相信不会是这样呢? 根据过去的一些外交关系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真真正正就是说 尖旗航的释放时间 早就由中、日、美、三方谈好 各取所需 中国最紧要取得什么呢? 就是面子 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中国什么文化问题 是因为整个极权政体 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面子 面子是什么呢? 就是政权的稳定性 因为整个钓鱼台事件 过去40年也好 中国政府是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 那些不听话的子民 经常去钓鱼台宣示主权 这绝对不是中共政权所愿意见到的 因为它根本没有打算收回领土 也不希望造成了他们跟美国 和日本之间的一些关系的紧张 但是子民就不听话 但是呢 又要这个政权 要让他的子民看到 这个政府是有所作为的话 于是他最重要的 就是要美日双方同意 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下台阶 于是下台阶就由我们中国总理 就饰演了一场这样的戏 好了 但是美日究竟取得了什么利益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钓鱼台事件 今次这个事件发展的整个时间的巧妙之处 由这个推缩 就是之前以至到联合国 这个开会里面 美国和中方就有很多有关经济方面 就是贸易方面的糾纷要商讨的 当中涉及到人民币的升值 之类的问题 至于日方呢 过去一直来说 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是极之渴望 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因为自从二次大战之后 他的军事那方面 就是只可以让他作为一个防卫而已 不可以作为进攻 所以这件事情 过去日本的朝野 一直是切力 就是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好了 钓鱼台事件正正好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因为美日双方 都是体认得到 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被动性 以及所谓的 无办法有所作为的情况 于是有些中国国民就说 怎么会啊 中国现在强大 可以展开这个贸易战争 你真是开玩笑 贸易战争 如果跟美国和日本展开这个战争 到最后 最重要的就是说 整个中共的政体会因此而危险 这个在民主国家就不会有这样的 它有经济的损失 但是它不会有政权的不稳的情况 但是中国就不同了 胡温 以至于整个中共都非常清晰 近这十年八载 中共政体的合法性是来自经济的 所谓的GDP 不断的上升 经济的持续上升对它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产生贸易战 或者产生一些经济不稳的情况之下 中国特别是共产党的政权 会在一个危险的状态 所以在一个极权的政体之下 它的面子和它的政权的稳定性是挂钩的 当尖旗红船长获释的消息出了之后 在微博上有网民留下一个信息 他说鼓励尖旗红船长回到中国之后 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 就是要检控中国的余政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交了管理费给余政部 但是余政部没有适应它的角色 没有在中国的领土 就是在钓鱼台海域上执行它的职务 事实上我们看到 日本的余政部就不同了 在钓鱼台附近游役 但是我们中国的余政船 就是一个非常外围的状态 他说如果法庭不受理的话 尖旗红应该要求余政部 就是中国的余政部 发放一个文件 就叫中国的渔民以后不要在钓鱼台海域去捕鱼了 因为那是属于日本领土 如果余政部也不肯下达一个文件 尖旗红可以效法日本这样 占领一个小岛自立为国 当然了 这个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含有嘲笑的成分 但是其实他是有他的内在浪缩的 我们看到中共这个政权 过去40年 在钓鱼台事件当中的无力 但是还是凭口 继续在说 钓鱼台是我们的领土 但是在行动上 没有任何积极收归这个国土 但是中港台三地40年里面 就是有无数的知识分子当中 有些很有名的 就是在钓鱼台事件当中 作出了很多很多的牺牲 这件事老征觉得 好像仿佛是一个荒胆剧 一个政权和民间 在这件事上 是有一个截厌不同的取态 那钓鱼台事件终于会怎么去结束呢? 我相信其实这个事件不停被双方 拿来捏捏捏捏捏去予他们的经济 和政治的利益 这就叫做被人看穿了 中港被人看穿了他的同传 另外 或者就像中国名作家河庄说的 就是直至地铬产生变动 钓鱼台 还有我们福建省慢慢的越来越接近 就自動回歸中國國土 或者我們等這一天發生